全程救護公收 嗨所有穿上創臺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珮齊 今天呢在節目現場我們邀請到一位喔 呃 珮齊覺得她是台灣之光 其實從台灣開始的品牌喔 有非常非常的多 但呢 她從年發 製作 然後呢甚至到外銷喔 真的是一條龍 什麼都有 特別呢 專研在我們的醫療器材的部分 它的難度又相對高一些 包含很多的檢測啦 實驗啦 還有從這個模組的研發開始生產製造 觀光環節都是美感 今天我們邀請到專家來到這個現場 掌聲歡迎我們仙佳美企業有限公司 我們的執行長 陳茂松 陳執行長 陳執行長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陳總 真的今天一定要特別來跟你請教一下 不敢不敢 台灣其實有非常多非常棒的產品 那陳總你今年是創業第幾年 到去年是第25年 25年 這25年來每一天心情都不一樣吧 對 非常不一樣 對 尤其我們去年經歷了這樣子一個 疫情的影響 幾乎很多同業大家都感同身受 是 陳總因為你的產品 我們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企業好不好 是是 好 那我們仙佳美企業呢 我們是成立在1995年 是 7月 那到去年為止 他們是大概有25年的時間 那我們一開始就定位我們是做醫療器材 而且是復健醫療器材 是 那所謂復健醫療器材 在整個醫療器材產業裡面 是非常非常的多種類 是 那我們專攻第一個就是熱療 第二個是電療 第三是遠紅外線 是 第四個我們又這幾年我們又研發了電位治療 電位治療 對 那最後一項呢 也很為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們又代理了日本的高壓療 是 所以在目前公司這邊的業務裡面 它的涵蓋的項目大概有五個大類這樣子的部分 陳總這25年來的這項品項一定是慢慢發展 是 那我們剛剛在聊的過程當中 佩琪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陳總你專門做在這個熱這件事情上 是您特別專精的 是 當初為什麼選這個品項 因為熱這件事 因為像我可能是外行的 可是我光想像我就覺得 第一它的危險性可能比一般常溫的高喔 再來它的機械的那個精緻度跟精密度 可能也是有一個門檻喔 當時你怎麼會選擇說 我要做這個熱的這個項目呢 是 好 那我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當初為什麼要先選擇這個電熱毯 那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如果 比較早期我們到那種腹肩科診所 那如果去的話要做熱療 我們會發現 診所裡面是用了一個大的 那個高溫燒 熱鍋 那裡面放的是什麼 就是熱毛巾 熱毛巾 對 大條的熱毛巾 然後如果你要熱膚 可能要 它就拿出來幫你做熱膚 其實現在也還修美容沙龍 它們也是有在做這方面的 就是它敷這裡啦 對 熱膚 熱膚下去 它你會感覺 當下是很舒服 燙燙 很燙耶 但是你也發覺 它很快就冷掉 對 沒錯 那我們當初來想說 那你如果 與其這樣的一個 復健科在熱療裡面 在對一些疼痛舒緩 或是 復健方面 它會用到很多這方面 那我們想說 怎麼樣去改善 它這樣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們的第一個 的構想是來自於 就是電熱糖 然後我們可以很溫 溫度我可以控制 時間我可以控制 那這樣是不是讓消費者 他不會有這樣說 一開始用很燙 然後一下子就冷掉了 對 陳總 但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 因為現在台灣的教育 跟大家對於醫療器材方面的教育 已經提升非常多 可是還是有一種迷思 就是像我們家的長輩 他可能會覺得說 電熱毯危險度很高 目前的電熱毯其實品質 非常的穩定對不對 它是怎麼完成 讓它品質穩定這件事的 好 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對啊 因為我光想到我們家家人 我買電熱毯這樣 這個很危險 可是其實不是啊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方面 其實我們都考量到 像你這樣講的需求 我們家裡會長輩 那就冬天的時候 我們經常也都會看到一些報導 會有說 你因為你的電毯使用不慎 慢性燙傷 對 還有 每一年還有會承出不窮 有一些案例 靈性案例就是什麼 燒到 家具燒掉 家具 或是傷到人 那我想說 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是不對的 那我們要在思考說 尤其我們的皮膚也不能 不能太乾熱 所以其實我們家的電毯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濕熱電毯 濕熱電毯 這個是濕的部分濕 它就是我們 我們其實有一個這樣的專利 就是我們用棉布 棉布 它吸收我們空氣中的水分 然後 加熱的時候 它會滲出水氣 好神奇喔 就是你在我們皮膚上面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一些濕潤的作用 它反而是保護啊 對對對 這個目前應該真的是只有層中有技術喔 對 所以我們當時候有這樣的一個專利 申請我們去申請到美國的專利 那我們想說 產品要做就是要做得精準一點 沒錯 那很多人說 電毯很多廠商都說 電毯它都會做 尤其我們 其實我們也知道 我們台南地區有很多 其實早期都是做一些小家電 沒錯沒錯 那這種 寒帶地區冬天的話 他們應該有一些需求是什麼 保暖 但是我們家的電毯不是 我們家電毯是因為要因應整個復健科診所 所以它溫度是蠻高的 是 因為它我們在做治療的時候 一般我們會帶五十幾度 你說五十幾度 如果能夠 電毯要得到五十幾度 它相對的它的內部的發熱 將近百度 然後你說 這樣危險嗎 對 你做產品這麼危險 你自己都不會害怕嗎 就是我自己可能不是很敢用這樣 對 所以我其實我 我們那時候做了一個突破 是我去 我是台灣第一個去 申請美國EVLO 醫療用的電熱毯 醫療用的電熱毯 對 強調是醫療用 因為一般電腦裡面有家用 它是保暖 是 那醫療用呢 它就是要做復健用 所以它兩個的溫度是不一樣 那醫療用它是不是 因為它必須有療效 對 它的檢測是不是又更多了 對 所以我們必須所有的檢測規範 包括我們把這個產品 當初送到美國實驗室 是 他們是經過實驗室不斷的去做檢測 天啊 陳總我發現 你是挑比較難的事情做 對 因為產業其實 這個產業其實項目蠻多的 你挑了一個最難的去做 其實很多人都笑說 你就做簡單的就好 簡單反而市場比較大 是啊 但是我們一開始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 反而是要挑比較困難的 你要出一個門檻來 對 你很難超越我 是這樣的信心 我一直就覺得說 這樣的努力是有成果的 因為我們當初選擇走這樣的路 所以我們 大概就是申請到認證之後 我市場就打開了 我是台灣第一個 就是笑到美國的 這種UAL認證的 一個醫療器材的廠商 太厲害了 今天在節目現場 為所有的好朋友 邀請到我們新加美企業的執行長 我們的陳執行長 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他非常客氣 就是說沒有啦 講起來都輕輕鬆鬆 啊沒什麼啦 但是他做事真的有夠困難的 你認真想 是不是很難 那同時呢 我們執行長呢 他也是2020 我們今年人雜誌選出的MVP 這真的是跟說是台南之光 好不好 台南之光 那今天執行長來到節目當中 我覺得很有趣 雖然你敘述的非常雲淡風輕 可是我相信創業的過程一定非常辛苦 你剛開始從職員轉換成角度 要變成老闆的時候 大家看好嗎 我想這個部分 大家都不看好 你那時候娶太太了嗎 我結婚了 創業的時候已經結婚了 已經結婚了 對對對 其實是我那時候 決定挑開這個輸出圈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是34歲 34歲 對 剛好是我家裡的第三個兒子 我應該是2002年的4月離開橫耀工業 那我兒子也是4月出生 同一個月 同一個月 我覺得這有點 老婆應該很緊張 對很緊張 OK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 所以當時創業的時候 家人啊 還有身邊的人 其實都想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呢 那你決定要做這件事想了很久 還是你就覺得可以放手一搏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因為我們有比較多的時間 我們是在製造業 那製造業來講 其實最全決的是 你的客戶在哪裡 對 這是你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 因為我本身不是業務出身的 那我們一直有在多的時間 在這個製造業 研發這一塊 那 後來因為因為機會 我有提到說 因為我的太太 還有我的妹妹兩位 都是護理人員 那先後在成大跟其美 他們醫院服務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覺得 冥冥之中我覺得 我走到這條 醫療器材這個產業 我覺得 也是有某種的一個指引 到後來我來回想這一段 其實我覺得 哇 其實很多事情 其實冥冥之中 都有注定 所以那陳總你有遇到那個時期 是小孩子剛出生 然後我也剛才剛創業 然後每一天每一夜 24小時都在忙 那種心情 有這樣子的日子嗎 有 那因為我之前 是在衡藥工業這邊 就是固定的上班 對 那也被指派 擔任過幾個一個專案的 一個部分的 認證方面的一個專案 所以那時候 累積了一些所謂的專業知識 那我跨足到 其實到跨足到醫療器材的時候 這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因為醫療器材很多東西 是需要認證的 包括我整個公司的 必須要去符合到當地衛生局 你必須要具備這個資格 拿到製造的藥商 然後呢 一開始做醫療器材 你也必須能夠符合 因為當時候 2003、2002年的時候 那時候你必須要符合 台灣的衛生福利部的 所謂優良器材製造的GMP 所以你在前一個工作職場裡面 其實有累積一段 所謂的這種專業知識的部分 尤其是品質系統方面的知識 所以我一開始我就先說 一開始可能我們的客戶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先把這些認證 我們先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不管軟體硬體 我們那時候是花了很多精神 先把它建構起來 陳總我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你的工作這麼困難 你要找員工容易 我覺得難度好像比別人高 我想這個產業 剛才主持人 你可能到今天公司裡面有看到 其實我還是特別感謝 其實我們公司裡面 還有很多都是我們的 應該是婦女 婦女朋友 居多 媽媽 你要想說她從年輕的時候 就到現在已經當阿嬤了 真的 從你剛開始創業 他們跟著你一起過來 我想說 這就是我最珍貴的一個資產 是 這些人他們就願意跟著我們 那可能他們現在也 小孩子也比較大了 但是他們也願意還一直留在公司 所以她已經說 我現在當阿嬤了 我還一路順就好 可能不需要再公司 但是我覺得他們來是 大家就是跟家人一樣 我們其實公司的文化就是這樣 而且她已經做了20幾年 所以那個都非常熟悉 一邊聊天一邊做沒問題 我舉個例子 現在像這種車縫的部分 我們很多都會欠工 車工 現在有加入的就是說 有一些外配 或是他們嫁到台灣來之後 他們也願意再投入 但目前我們公司 這些員工都不是外配 他們基本上都是跟著我們 已經十幾二十年的員工 這真的很難得 對 我們把它當成家人一樣 真的一個公司 因為我剛剛在思考 想說天啊這個 光要講給員工聽那個原理 真的 員工不一定聽得懂 就是 難度有點高 但他們要能夠願意執行 就是要非常相信老闆 就是這樣子做是對的 然後就乖乖的做這樣 這個的工作中間的溝通 而且這種東西就是 因為你看她 她這樣一天下來 她的工作室 我們來看 她這種車縫的那個部分 尤其都是坐在那邊 我們都會想說 欸你 時間到了要起來 走動走動 不需要說她長時間 坐在這邊 是 是 好的今天呢非常開心 邀請我們陳總來到節目當中 跟所有的好朋友做分享 雖然就是陳總很客氣 他講的非常雲旦風輕 但他的產業其實非常值得 大家去認真的看 陳總我覺得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最後想要跟你討 就是請教的事情是 像您開始 一開始就是有自己的自由產品 到後來變成代理商 這樣子的不同 身分上的不一樣 因為過去可能是別人 代理你的產品 到世界各地 到後來你成為一個代理商 就是代理了像現在最新的 對 這個醫療器材 大家也非常熱門 不管在養生 或者是在治療的部分 這樣的高壓癢的 這個 長體 長型 從這樣的身分轉換 心情上有不一樣嗎 當然會有一些角色上的不同 那我還是回覆到我們的重點 我們仙家美這二十幾年來 其實我們就專注在一個產品 就是說我們主力產品 我們一直沒有偏離過 那我們有這樣的基礎之後 我們再衍生可能做到電療 我們做到眼紅外線 做到電位治療 我們一直秉持 就是這種產品的理念在做 那後來因為應援機會 我發現高壓癢 這個個人艙的部分 是符合我們台灣整個 銀髮族的需求 我為什麼特別講到銀髮族需求 因為我每一年 我們都到日本去健康展 去看這些產品 那我那一年 其實我到日本東京的健康展 我發現這個產品 其實是還蠻符合台灣人的需求 那時候我剛好 我在日本的一個商社的客戶社長 然後他也本身也開發出來 那我就很 那時候其實我當下我就跟他講 我說這個產品未來在台灣 一定要讓我獨賣 我願意做你台灣的獨雕代理商 那反規到我現在變成 是我代理商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繼續再思考一個問題說 如何把那個產品做好 對 因為我覺得第一 但是我覺得因為它來自於日本 對 日本是一個非常高齡的社會 所以他們在高齡生活的品質 這件事情上 他們非常的穩定了 對 所以陳總林當時是看到這個商機 台灣慢慢的社會結構的改變 所以你覺得這個東西在台灣一定行得通 對 那實際上代理進來大概多久的時間 好 我們大概實際上代理進來 大概有五年的時間 有這麼久了 對 那這個產品其實我們剛開始決定要代理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去關東關西 以東京為主跟大阪為主 這兩個城市我們去考察 其實它這個產品 其實他們廣泛的應用在一些銀髮組 沒錯 就是他們的醫療院所 他們就大量的去把這個產品推廣 那台灣因為 引進到台灣之後呢 我還是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怎麼樣把那個產品再變得更好 所以你說日本人 我們無庸置疑說 日本製造它的產品 我們會覺得 台灣人會覺得很認同 日本人在這個品質上的要求 的確是非常的嚴格 但是相對的我們也提出了我們自己本身 為了要符合這個台灣市場需求 我們也提出我們的意見 我們也不是說你來照單全收 就像我們在這個裡面 我們也會開發到第二代 就是所謂坐艙 坐艙 坐式艙 這是完全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 因為早期我想說 我們老一輩的台灣的長輩們 他們還是有一點忌諱 是 說我躺在那個邊好像 彷彿怪怪的 他就覺得說如果叫他躺進去 他又會有排鋸感 是 那今天我說我請你到裡面去用做的 就跟三溫暖的箱子一樣 他就覺得說 就沒有壓力 所以當時候第二代的所謂的一個 坐艙的部分 是我們強烈建議 日本 去做研發 你必須再研發 第二代產品讓我們賣 所以現在市場上兩個產品是並行 對 並行的 可是我們來評估台灣整個一個這個市場 我們會覺得坐式艙是未來主流 對 主要是考量到台灣人的生活習慣 還有那個意識形態的關係 沒有錯 今天在節目最後要請 因為陳總的故事真的太精彩了 但我們最後要請他跟我們分享一下 陳總您34歲創業 至今大概有二十幾年的時間 對 但是當年的創業環境跟現在其實 創業環境其實有點不太相同 假設有一些新鮮人 或者是想要踏入創業這件 因為我佩琪我常常覺得就是 創業這件事就是不管幾歲都永遠不嫌晚 對 但當時的環境跟現在環境 如果現在有想要創業的人 你會給他們點什麼樣的介紹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說 時代不同 然後當年環境跟現在環境 當然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因為我本身也有在學校這邊 擔任一些業師 那也跟學校有一些密切的關係 那再加上我們有參加這個 台南市農子會這樣的一個團體 那我們也知道我們政府這邊有很多資源 那針對創新創業這一塊 其實政府這邊這幾年也有很多的一個 專案或是一些培訓課程 還有資源可以讓我們去用 那當年我們就是沒辦法有這些資源 就是一步一腳印這樣子慢慢的走過來 到發覺我現在我覺得是說 我們會給這些比較年輕的 有志於創業的這些年輕人 那我們會請他們說 你可以要去善用政府的資源 不管在我們想說 一工廠要開 公司開就是產銷人發財 那你的資金哪裡 你可以跟政府帶 申請青年青創基金 技術你也可以透過政府資源去學習 一些顧問的合作 對對對 那我想說這個過程我會覺得說 現在的青年年輕人 他們是非常幸福 他們其實比我們在那個年代的時候 他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去運用 而且我們覺得說我們現在 雖然到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也會要跟年輕人學習 怎麼講 因為其實有很多創意什麼部分 我們其實是在跟他們做學習 那公司這邊 我們公司目前就是說 也25年 那也看我們員工也是 慢慢的年紀增長 那我們也嘗試 能夠就是吸引一些比較年輕的 年輕的夥伴 加入到我們這個團隊 讓我們這個團隊也更有活力 包括未來我們可能自己 會發展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行銷的部分 我們也是激樣 藉由青年 年輕人他們的這樣的一個創意 那部分呢 讓公司能夠注入一股活力 太棒了 好的 今天呢非常感謝陳總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當然更多的訊息 我們可以在網站上面找到您 是是是 有粉絲團嗎目前 目前我個人的部分 我大概會比較實用就是那個FB FB的部分 對那我養生館 或是我公司這邊 我們都有成立粉絲團 粉絲團官網都有 然後可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可以上網搜尋囉 然後呢今天非常謝謝陳總來到我們創業創起來 那請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你今天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然後呢幫我們點讚 然後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 歡迎所有的好朋友呢 可以定期 然後我們的FB上面呢 有我們的社團叫做創業創起來司令部 歡迎所有的好朋友加入 今天謝謝陳總囉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可以邀請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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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